大家好 由于线条是组成一个绘图的最基本的元素 所以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继续的深入研究线条的属性 那么对于线条的属性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我们之前一直使用的Line width 其实就是线条属性的一种 那么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介绍线条的其他属性 并且综合的使用这些属性 来创建一个更有意义的绘图效果 首先向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线条属性叫做Line cap 那么这个线条属性用于设置一个线条两端的形状 那么在我们没有设置的时候 也就是默认的情况下 这个属性的值是but 同时它还能取两个其他的值 分别是round和square 那么大家通过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源头和方头 那么具体这三种线条的cap值 也就是线条两端的形状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这个代码是我为大家创建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演示程序 大家现在看这个代码应该已经觉得非常容易了 那么首先创建了一个converse 设置converse的宽和高 获得上下文的绘图环境 之后在下面的绘制中 我们的线条的宽度设置成10个像素 同时线条的颜色设置成蓝色 再以后我使用三个begin path来绘制了三个线段 这三个线段是互相平行的 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line cap取了不同的值 第一条线段取but值 第二条线段取round值 第三条线段取的是square值 那么后面这段代码呢 其实我是画了一个比较的基线 一会儿大家看程序的运行效果就明白了 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三种不同的line cap值 它们的区别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那么首先but这种情况是我们之前绘制的所有的线段 它的两端都是这个样子 是标准的形状 round和square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基线的比较看出来 在两端都突出了一段 其中对于round来说是突出了一段圆形的头 对于square来说是突出了一段方形的头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的看出它们的区别 现在我把line width改成50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区别 round是一个圆形的头 square是一个方形的头 round和square和but相比都多出了一段所谓的line cap 也就是这个线段的帽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的round的头 其实我们做一些动画效果的时候 需要圆角的图形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这么画出来 不过line cap的效果 只能用于线段的开始处和结尾处 而不能用于线段的连接处 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段程序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是我们在上一章讲的绘制一个箭头的程序 我们先看一下程序的运行效果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程序里 加入一个状态的设置 让context line cap是round的 大家可以看看 此时程序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仔细观察 可以看到这个箭头的开始处和结尾处 变成了round的 也就是一个圆形的帽子 但是在线段和线段衔接的地方 依然是尖角 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另外对于line cap是square 还有必要再说一句 那么大家看这个代码 在画刚才的箭头的时候 我加入了一个context line 2 回到最初开始的坐标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对于这种情况 由于我们的line width设的不是1 在这里头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设成了30 那么在交合的地方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空隙 我们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是使用close path的方法 让converse帮我们自动把这个空隙给补上 那么事实上呢 这也是我推荐的一种方法 不过在这里我们再实验另一种方法 我们在这段代码里加上一个context 第二line cap是square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由于square在线段的开始和结尾的地方 多出来了一段方形的头 那么这样整个的箭头的交合的地方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个实验只是为了演示square的一个用途 但是当我们在真正的绘制封闭的多边形的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close path来把整个多边形给封闭上 那么这一小节就是介绍line cap的用法 是不是非常简单